来看到这北韩的频繁的试射废弹之外 准备是要第七次的核试验引发各国的关注 不过这是根据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公开报告指出呢 北韩在去年的这个军费的支出呢 占了他们的GDP 15%以上 这个占比呢堪称是全球最高的 但是来看到的时候北韩的军费支出 预估是在43亿美元到110亿美元之间 但是南韩是更高的哦 南韩是超过了430亿美元到607亿美元之间 所以北韩的军费开支只占南韩的7%到25%而已 但是也被认为说北韩是个专制的共产国家 资讯不透明 所以呢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有待商榷的 再看到是全球的证明来讲 是这个军费支出最多是美国是全国全球第一名 再来是中国大陆以及这个 沙特阿拉伯也这个武器出口最多呢 还是美国以及其次是俄罗斯跟法国 他们的是出口是全球前三多的国家 最后看到是这个正规兵力的规模来讲呢 中国最多再来是印度跟美国 所以可见美中的军事竞赛非常激烈